女孩怀上狼人的孩子 不知不觉开始吃生肉和小动物 今天为大家带来奇幻电影《好孩子》 护士克拉拉来到单身孕妇安娜家应聘保姆 但因为她不是来自任何机构 安娜打算辞退她 就在这时安娜突然阵痛 克拉拉指导安娜进行呼吸解决了阵痛 最终安娜决定聘用克拉拉 为方便照顾安娜 克拉拉住进了安娜家 并照顾起她的日常起居 安娜十分潇洒不羁 就算怀孕了 她也不会压抑自己的天性 依旧精心地打扮自己 每天会做健身操和跳舞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但就是这样潇洒的安娜 克拉拉却发现她异常孤独 朋友在商场看见她 却不给她好脸色 平日里也从来没有人给她打电话 又连她的生日也没有人来看望她 在和安娜的交谈中 克拉拉得知 安娜原本来自一个大富之家 从小父母就教导她要懂得礼仪 但这对安娜来说是一件拘束的事情 之后安娜意外怀孕 而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什么上流人士 只是个安娜在派对上认识的男人 因为这件事父亲和她闹掰了 安娜才从家里搬了出来 经过这些了解之后 克拉拉和安娜变得亲近了许多 很快安娜进行了胎浅 她怀的是一个小男孩 医生给安娜制定了一个新的食谱 规定她只能够吃素食 晚上克拉拉听到安娜在翻冰箱 她上前去想呼唤安娜 却被她啃了一口 而安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关于这一切她没有任何记忆 克拉拉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第二天晚上 安娜再次梦游般走出屋外 克拉拉跟在身后观察 发现她竟然活吞了一只流浪猫 联想到这两次都发生在满月的日子里 克拉拉逐渐意识到安娜与常人的不同 为了让安娜晚上不再出门觅食 她在安娜的食物里加入自己的血液 并告诉了安娜她半夜出门觅食 这件事 安娜十分不安 并告诉了克拉拉一个惊人的真相 原来她怀的竟是一个狼人的孩子 或许满月出去觅食 就是因为胎儿的狼性在指使她 很快到了孩子即将生产的时候 这天晚上 安娜非常想吃松子 她拜托克拉拉去帮自己购买 就在克拉拉离开后 安娜却突然难产 等克拉拉回来 已经晚了 狼孩竟然直接争破 安娜的肚子钻了出来 悲痛的克拉拉本想用手枪打死狼孩 最后关头却于心不忍 她带着狼孩离开安娜家 并决定把她养大成人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 狼孩到了上学的年纪 为了抑制狼孩的天性 克拉拉拉从来不给她吃肉 每到满月的夜晚 狼孩都会爆发狼性 为了不让她出去伤害人 克拉拉会提前将她关进小房间锁起来 第二天早上 帮她把身上长出的毛发 全部剃掉之后送她上学 一天克拉拉去上班 房东老太帮忙照看狼孩 她看狼孩整日吃素 身材弱小 于是为狼孩准备了一份牛排 当作午餐 第一次吃到肉的狼孩 被这美味给迷住了 肉食无疑激发了她身体里的狼性 晚上回到家 她发现了安娜的照片 于是质问克拉拉 自己的母亲是谁 为什么克拉拉不允许她吃肉 还要把她关进小房间呢 情绪爆发间 狼孩开始变身 并抓伤了克拉拉的手臂 克拉拉及时将她关进了小房间 这之后 狼孩开始变化 从以前的乖乖男孩 变得叛逆起来 在得知亲生母亲的住址之后 狼孩瞒着克拉拉 和一个同桌逃课出去 同桌说会带她找到母亲的住址 然而两人却被困在了一个商场内 而今天恰好是满月 半夜 狼孩开始变身 并毫无意识地吃掉了同桌 另一边寻找狼孩无果的克拉拉 十分担心 她回到家之后 看见狼孩已经回家 然而却是满身血迹 她意识到狼孩一定闯下了大祸 而这一切 恰巧被房东给发现了 房东说要把这件事告诉给神父 迫于无奈 克拉拉只好用麻醉剂打晕她 准备带狼孩离开这个地方 可是狼孩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克拉拉也不忍将残酷的真相告诉她 当听说他们要离开这里之后 狼孩将克拉拉反锁进了小房间 并像往常一样去上学 晚上 她还和一个女孩参加了六月季派对 可是因为当天仍旧在满月期限内 狼孩在派对上直接变了身 就在她即将扑向女孩的时候 克拉拉及时赶到用枪打中了她的腿 并带她悄悄地回到家中处理伤口 在克拉拉的安抚之下 狼孩逐渐冷静下来 然而女孩将这件事告诉给了所有人 愤怒的众人很快来到门外 要将这个吃人的怪物活活打死 走投无路的克拉拉决定和男孩一起面对这一切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们并不知道克拉拉和狼孩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但无疑他们面对的结局并不美好 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保护 或许恰恰就害了她 为了保护她而去压抑她的天性 却又不告诉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的后果常常适得其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